是日黄昏,雪花纷纷扬扬,大地一片洁白,在运来客栈的独门小院里,苏秦痴痴地坐在客厅里,两眼凝视着窗外的老槐树,将近一个时辰的落雪使槐树的枝条披上银桩, 那只曾经送走吴秦的大枝上面,也已激起一层厚血,苏秦正在望着老槐树发争,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苏秦心中一动,开门一看,却是店家,店家身衣一礼, 请问苏子,此处住得可好啊,苏秦还过一仪,陪上一声干笑,还好,谢掌柜关照,店家又是一笑, 哈哈哈哈,苏子在小店已住两月有余,所交押金早已用完,饭菜日用,均在小店奢欠,小店本小力薄,苏子,您看这,苏秦心头一寒,知店家见他前途无望,前来逐客了, 也就连起了笑容淡淡说道,掌柜莫要客气,住店自然要付店钱,麻烦店家算算,在下上欠多少,店家早有准备,从袖中摸出一块竹片,递给了苏秦,在下已经算好,请苏子过目,苏秦接过竹片,扫描了一眼, 在下紧住两月,以赴五金,何以仍欠这许多呢,店家微微一笑,回苏子的话,账是一笔一笔算出来的, 本店断不会多收一元钱,苏子是十月会日黄昏时分入住本店的, 契金已过两个会日又两日,按照本店规矩,当算三个满月,店钱为一十二斤, 苏先生一日三餐,吃用折合五斤,另有房舍清扫费,洗衣费, 茶水费,洗浴,热水费,养马费,草料费,马棚费,摇车费,以及其他日用,又折三斤, 达总当时二十斤,先生已付五斤,赏欠一十五斤,苏秦心头火起,脸色紫炸, 四尼这等算法,岂不是黑店了吗? 本店九负胜率,不曾黑过一刻,苏子何出此语啊? 好,我且问你,店钱每月四斤,可你讲好减去一斤的,为何仍算四斤呢? 店家略想了一下,拍了拍脑门, 哦,哈哈,对对对,在下想起来了, 确有此事,这样吧,本店减去一斤,苏子再付一十四斤即可, 你,既然是每月三斤在下仅住两月单两日, 算作三月加起来也不过九斤, 哎呀,苏子别是误解了, 在下的确说过捡你一斤, 但指的是第一个月,并不是每月都捡一斤啊,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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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下总算明白了, 那位仁兄何以会吊死在你这店里? 哎,这, 店家脸上挂不住了, 微笑换做干笑, 哎, 一事归一事, 苏子莫要扯到他人, 苏秦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好了 你出去吧 剩余多少 在下明日一并赴你 苏子祥也不是赖账之人 明日赴也成 苏子歇着 在下告辞了 殿家走后 苏秦关着房门脸色煞青 在厅中连走几个来回 打开包裹 拿出钱袋 摸来找去 竟然只有三斤 再摸身上 也不过四五枚铜板 一时愣在那 私存有情 屈指算道 每天 共得三十斤 还大哥一斤 至一八斤 至车马八斤 开坛三斤 压殿家五斤 在寒谷关 置换一斤 苏秦七算八算 真也只有这么多了 苏秦起身 又夺了几个来回 弯下腰去 顺手拿起殿家留下的账目 如此算账 真太气人呐 店前自应包括清扫费 热水费等 至于养马费 当真是第一次听说 摇车存放也要收费 更是匪备所思 怪只怪自己 入住时 未曾问个明白 眼下纸油 听他摆布了 也罢 先生这摇车 想是值些钱 待我明日将他卖了 还他就是 一日晨起 苏秦起床 见血止了 赶到后院 套上车马 竟往急事 店家担心 他偷偷溜掉 使人远远跟在后面 苏秦瞥见 犹如吞下一只苍蝇 只盼速速 寻个买主 还上他的黑钱 离开这处 伤心之地 这日是腊月二十八 因是小月 再过一日 就到年关了 因而急事上 人来人往 到处都是 质买年货的老秦人 苏秦寻个热闹处 停下车子 卸下马匹 拿出备好的木牌 插在车上 上面早已写有 御车二字 就是卖车呀 不一会儿 国有几人围拢过来 照着摇车 东瞅西桥 其中一人趴在雪地上 审看车轴 苏秦求疑紧张 却在这卖车 面子上 也绝过不去 因而并不踩他 顾自微闭两眼 站于一侧 神有一时 钻入车下的那人 站起来 拍了拍 站在身上的鸡血 问苏秦 先生 这辆车子 要卖多少钱呢 苏秦早已想好 不加思索到 一时二斤 那人再次 钻进车下 仔细查看一番摇了摇头 哎呀 是老车了 你修过不久吧 苏秦点了点头 那人再将身上的血拍掉 轻叹了一声 哎呀 这位官人 不瞒你说呀 似你这车又旧又破 装饰也差 少说用过百年啊 车轴上还有裂痕 不堪大用了 官人知道 摇车主要是卖个车轴 车轴若是不好 车子就是一堆废料啊 听那人讲的 有鼻子有眼 苏秦小的遇到行家了 急切问道 那依你之见 当值几斤呢 那人伸出四个指头 啊 才四斤 不说这车 单是修他 在下也花去两斤 哎呀 不瞒官人 这辆车子本值六斤 因是修过 扣除两斤 轴有伤 又扣一斤 在下算你四斤 是看你车上有点装饰 多加了一斤 车马属于富贵人家 原本超越苏秦的知识 那人 这又讲的头头是道 苏秦完全懵了 闷头苦想了一会儿 半是嘟囔的 在下 急需一十二斤 否则不会卖他的 哎呀 是啊 大凡卖车卖马的 都是几等钱用 如若不然 有车有马多好啊 谁愿不行啊 八斤如何 那人耸了耸肩 竟只走了 眼见围观的几人 纷纷离去 苏秦急了 这位先生 留步 那人学会了 其他几人 见了 赴围拢来 苏秦笑了 在下连马奉送 只要一十二斤 那人走到马跟前 查看哑口 嗯 马倒不错 可值五斤 先生 在下捡你一斤 一十一斤如何 那人又是一番摇头 哎呀 依你这车马 在下出九斤 已是多了 不瞒先生 在下早有车马 眼下是年官 大家都在置办年货 忙活过年 没有谁愿意买车 在下官你气色 想是几等钱用 十亿帮你的忙 先生若是不卖 各走各路也就是了 苏秦想想没有退路 只好咬了咬牙 好吧 酒精就酒精吧 那人从衣袖里 摸出一个钱袋 数出酒精 递到苏秦手中 苏秦接过 看了车马一眼 转身急去 苏秦前脚离开 身后几个人就欢叫起来 没过多久 那个买车人就在原地 大声吆喝 快来看呐 大洲天子摇车 百分之百赤铜 百年古董 起价三十斤 快来看呐 苏秦听得面噪耳 心中就如刀扎一般 显然 那人是欺他自己不懂货色 将好货 贱卖了 想想也是 单是摇车上的赤铜 若是化成铜水 不知能住多少元钱 苏秦想想气脑 却也无理由返回交涉呀 只好撒开两腿 又羞又恼的逃离急事 回到客栈 苏秦尚未把气喘云 就已经听到敲门声 苏秦开门 果是店家那张笑脸 苏子将车马卖了 苏秦也不答话 从袋中摸出九斤 又将原来的三斤拿出来 一并摆在机上 店家扫过一眼笑问 苏子 这才一是二斤哪 尚差两斤哪 苏秦心中赠物 从牙缝中挤到 就这些了 店家的脸上依旧挂着笑 但笑中已带机讽 苏子是干大事业的 区区两斤 苏子想必不会赖账吧 苏秦心底泛起一阵恶心 从旁取出那两套 从未穿过的世子服 冷冷地说道 这两套服饰 是在洛阳新做的 连我身上这套 共是八斤 除去身上这套 单这两套 一套是春秋装 另一套是夏装 少说当值四斤 我从未穿过 以此 敌你二斤如何 店家瞧了一眼 两套衣服 微笑中略带笔 苏子 衣冠是量身定制的 于在下何用啊 再说了这些衣冠 只和贵人穿用 在下身见 哪里有福销售啊 退一步说 纵使能用 赐此衣冠 在下在咸阳锦花 一斤即可买到 如何能支二斤呢 苏秦怒急 将身上球衣 刷的拖下扔在鸡岸上 加上这个 总能够了吧 店家望了一眼苏秦 蠢出他身上 却无他物了 这才长叹一声 显出无奈的样子 哎 也罢 得饶人处且饶人 念苏子租居本殿多日 在下也就不与你计较长短了 你可以走了 苏先生 苏秦背起包裹 朝店家狠钉的一眼 大踏步走去 院中的老槐树上 一只小鸟飞来 在院中蹦跳几下 飞落于无琴 吊死的那根大树枝上 喳喳连叫几声 登落一团雪花 通过与苏秦 在论政坛公开议政 惠文公好不容易 消除了苏秦的地策影响 却又陷入了另一重烦恼 百驾回宫之后 惠文公独坐机前 浓眉锦锁闷有好一阵 陡然将拳头雷在机上 脸上陷出了杀气 什么称王正名 什么远交进宫 什么一草天下 寡人苦思数年 好不容易方才想定的 秦国未来大政 竟被此人三言两语 赤裸裸地摆在天下人面前 这个苏秦简直是在找死 他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在厅中来回踱步 此人简直就是钻在寡人肚里的回中 若不除之 不知要坏多少大事啊 又躲了几个来回 惠文公回至机前坐下 来人呐 臣在 通知黑掉 让这个人彻底消失 臣领旨 内臣退至门口 转身正要离开 惠文公又到 卖 内臣顿朱骨子 回望过来 你且退去 容寡人在家斟酌 刚好在这日后上 使魏车队返回 浩浩荡荡地驶入咸阳东门 将至秦宫的时候 出礼机吩咐公子华 你先进宫 向君上复命 我去一趟世子街 看看苏子在否 公子华笑了 哎呀 都到家了 早晚都是复命 也不急在这一时 听上大夫念叨一路 想这苏秦本领了得 小华也去会一会他 出礼机消了笑 二人同乘一车 迟至运来客栈 在门外停下 急入殿中直奔苏秦的住处 连敲几声 未见回应 殿家过来 见是公子华赶忙叩拜余地 草民叩见公子爷 公子华指着苏秦的院子 哎 苏子可在啊 殿家见公子华如此关注苏秦 暗暗叫苦 你也如到 哎 嗯 苏子 前婶 退殿 已是走了 啊 走了 公子华见殿家言语吞吐 神色微领 他怎么走的 哎 这 苏子盘费用金 无钱再住下去 今日晨起 前去集市 卖了车马 空身走了 啊 公子华冷笑了一声 正于问话 处理机指着他 转问殿家 可知苏子 头往何处去了 殿家摇了摇头 处理机朝公子华 挪了挪嘴 两人走出客栈 进去英雄居 不一会儿 公子华从英雄居里出来 打声呼哨 历时跟了数人 直奔运来客栈 殿家见公子华 阴着脸复来 又见几人面上 皆有杀气 神色大变 不带问话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接不倒 公子爷 苏子 苏子刘 刘有一官 公子华冷冷地望着他 说吧 还有什么 御书房里 惠文公在厅中 闭目端坐 眉头紧皱 仍在琢磨 苏秦之事 陡然 惠文公睁开眼睛 从基案下摸出一片 竹简 在正面写了个沙字 在反面写了个射字 拿过来端向了一阵 抛向空中 竹简在空中 翻转几下落地 在地上弹了一下 不动了 惠文公没有去看竹简 而是慢慢闭上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 惠文公的眼睛 竹简 微微起开 四处搜索那片竹简 见他 坛落于墙根处 正面朝上 上面赫然献出一个冷森的沙字 哎 俗子 不是寡人不惜才呀 是天 不容你